我們現在開始上空氣的組成 第一個我們告訴你空氣是混合物 我如何確定空氣是混合物 我們有一些方法 第一個我們讓它異化 讓空氣異化 平車站借問 根據我們以前所教過的方法 我怎麼樣可以使空氣異化 我如何可以使空氣異化 帥哥 六號 六號不在 自由聲 喔 來用什麼方法可以使空氣異化 加壓還有嗎 沒有喔請坐我算你答對好了 低溫高壓 空氣異化是加低溫加高壓 然後呢加異化以後再加熱 你就會發現那個肺點比較低的氮氣會先跑出來 你就算不知道它是氮氣 你至少知道有人會先跑出來 所以有人就先變成氣體 有人還沒有變成氣體 所以它就是什麼東西 混合物 所以它就是混合物 OK 所以 液態空氣加熱的時候 有人會先跑出來 有人後跑出來 所以可以知道它是一個混合物 那你現在知道先跑出來的 是肺點比較低的氮氣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它是混合物 就是有一個蠟燭燃燒 或者鋼絲熔生鏽的實驗 然後呢水面會上升 表示呢空氣的有成分跟燃燒及生鏽有關 有成分與燃燒及生鏽無關 好 這個是第一代的實驗 黃口瓶蠟燭 點完蓋壓去蠟燭熔滅 這個是第二代的實驗 鋼絲熔生鏽 可是這個實驗很難搞很難做 如果在客人上存了 活了兩年還幾年就拿掉了 改成第三代的實驗 這樣 好這個瓶蓋下去 然後就把鋼絲熔 所以後兩個是鋼絲熔生鏽 第一個是蠟燭燃燒 這三個實驗的共同結果 就是實驗做完之後 裡面的水面會上升 表示有氣體被用掉 所以佔據它的空間 沒有全部佔滿 表示有人跟燃燒沒有關係 有人跟燃燒及生鏽有關 用掉了 所以跑進去 有人跟燃燒及生鏽無關 所以還沒有全部佔滿 平常考試問你會上升多少 我們都寫上升五分之一 就是你們小學背貨的空氣 大約有五分之一是氧氣 你實際做實驗的時候 這樣第一個實驗 你實際做實驗 絕對做不出五分之一的結果 不過沒有關係 考試你就跟我寫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 上升五分之一 共同特徵 水面會上升 那注意 這個實驗只證明 有人跟燃燒及生鏽有關 有人跟 與燃燒及生鏽無關 但是你不知道誰有關誰無關 所以你無法知道被用掉的是氧氣 不能夠知道剩下的是氮氣 不能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要另外做實驗 才會知道它是什麼玩意 你只知道有兩種 有關跟無關 OK 空氣的成分會分做固定氣體跟變動氣體 國三地克會再教一遍 固定氣體的意思就是 在世界各地成分比例差不多的叫做固定氣體 包括小學唸過兩個 氮氣跟氧氣 國中多教一個叫氧 氮氧雅叫做固定氣體 在世界各地的成分比例差不多固定氣體 另外一個叫做變動氣體 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比例會變化 那變動氣體 我們會教三個 我們地球科學的時候會跟你講這三個 因為它都很重要 都有一些結果 一些影響 就是水氣 欸 怕它會跟臭氧 這叫做變動氣體 成分比例會改變的叫做變動氣體 這些話 我們國三地科都會再教一次 OK 那要我們剛才講的比例 小學唸過的什麼百分之 大概占五分之四 大概占五分之一 那個 那個比例的計算 是用乾空氣做標準 乾空氣做標準 不算水氣 為什麼不算水氣 因為水氣的變化量太大 沙漠上空可以百分之零 熱帶海洋上空可以占到百分之四 所以如果你把水氣算進去的話 大家的分母就不一樣大 大家連分母都不一樣大 就不會有人叫做固定氣體了 OK 所以是乾空氣 如果要更正確的說是乾淨的乾空氣 就是所有的雜質啊 小灰塵小固態小液 全部都去掉 只有純氣體 要來做的 所以呢 我們是以乾空氣做標準 把水氣拿掉 為什麼拿掉 因為水氣的含量變化最大 我們這一小段的重點就是要告訴你 空氣是混合物 你怎麼知道空氣是混合物 一個液態空氣加熱 一個生鏽跟蠟燭燒實驗 那兩個蠟燭燒跟生鏽實驗的 共同的結果就是水面會上升 我們考試考你的時候 你就說上升五分之一 這就是我們這一段的重點 OK 接著我們要介紹裡面一個 簡單介紹一個器叫做氮氣 氮氣 氮氣無色無味無嗅 國中膠營的氣體幾乎都是無色無味無嗅 所以如果碰到它有顏色的 碰到它有味道的你就會備行 其他都是無色無味無嗅 活性很低 不太會作用 室溫之下活性很低 幾乎不會產生作用任何反應 但是高溫的時候可以 所以在汽車的高溫引擎裡面 會產生一些氮氧化物 它就會在高溫之下 跟人產生化學變化 產生氮氧化物 OK 然後氮氣可以做氨 氮可以來做肥料 氮肥 你們有在生物學過 氮鈴甲肥料三藥素嗎 對不對 氮肥 然後或者是做硝酸 這個我們在下學會再簡單帶一下 告訴你它做硝酸而已 再來就是食物的包裝 會填充氮氣保鮮 因為氮氣不作用不反應 所以就不會使它臭身體 不會使它腐壞掉 敗壞掉 不容易敗壞掉 然後氮氣呢 有不會很貴 裝上去的不會太花錢 打開就氮氣跑出來 空氣的成分 也不會有什麼汙染的問題 所以很OK很好 氮氣沖田包裝 在很多東西都有 這裡有一個廣告 你走好 就不怕怎麼走 30年前 美國貴格來台灣 建造了全球第五座 現代化的園埋電通廠 台灣形成的國人 都帶來賣片 每一關都有乾脆送電 台灣這聲 新鮮聽得見 貴格來賣片 還有兩項國家認證 有助於降低檔後存 和介紹皮脂房形成 而且我看清 真了解 很幸 現在裡面 台灣製造 總共表現 鬼魂都打電賣片 我當然不是要幫他打廣告 我只是要那個 氮氣沖田 他加 有的油 使用油 氮氣有氮氣 還有那個 包裝米 可能用氮氣沖田 還有那個你們 愛吃的那個什麼 洋芋片那種 看起來很大包 都搖搖的東西很少 只有都有氣體那個 氮氣沖田 所以 在很多上面 我們都用氮氣沖田 來做一些保鮮的事情 OK 這就是我們介紹 簡單介紹 大家很簡單 就一點內容 其實考試也考得不多 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有人問大家嗎 沒有 很好 謝謝客人練習 你的粉絲 嘗嘗 我也想知道